請局長幫我們開車門 恭喜 TT00168259 0什麼詞 獲得了Toyota BZ4X百萬電動車 我這邊是台北市政府 我是產業發展局局長陳軍安 恭喜你剛剛在我們第一次的抽獎當中 抽到了我們Toyota BZ4X的電動車 所以特別以這個電話來告訴您說 恭喜你 中獎了 謝謝 我們真的不是詐騙喔 台北市產業犯局長陳軍安親自打電話 向這一名住在北投消費6000元 就抽中百萬電動車的幸運得主報告好消息 從4月17號開始的Let's Go台北消費歡樂抽活動 5月3號進行首波重頭戲4月抽 在公開直播中抽出一台百萬電動車 及100萬現金大紅包 還有黃金一兩三名等300多個獎項 局長陳軍安表示 活動開始才短短兩週時間 活動官網登錄註冊人數達7萬人 登錄金額更已經超過6億元 有效達到以後刺激消費振興經濟的目標 希望接下來能吸引更多民眾 來台北消費購物藏美食 兩個多禮拜的時間 那我們已經有7萬多筆的註冊 那當然金額大概在6億到7億左右 還有持續在進步的空間 那我們相信即將到來的母親節檔期 會是一個很重要的消費時間 那也會讓我們整體的金額繼續累積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大家在意後 能夠振興經濟以外 那也能夠去多多的消費 那不管是食衣住行 都可以在台北 買到你想要的東西 吃到你想要的美食 所以歡迎大家 能夠多多的來台北消費 多多來台北購物 多多來台北藏美食 台北市產法案局副局長 吳欣佩也分享 增加中獎機率的三個秘訣 包括申請載具 登錄使用雲端發票 到友好店家消費 想兩倍抽獎機會 還有學生 及台北市民勾選身份別 也可以想超優惠的專屬加碼抽 只要你有這個發票的載具 有去做這個發票載具的這個 登錄的話 你四月五月份的這個發票 就會自動的載入來登錄 參與我們的這個歡樂抽的活動 第二個秘訣就是 你只要去我們的友好特店 去做消費的話 你可以得到兩倍的抽獎機會 也就是說你的200塊的發票 其實你可以有兩次的抽獎機會 那第三個秘訣 只要你是台北市民 你有學生身份 你在這個登錄發票的時候 你在做相關的這個 勾選註記 你一樣會有這個專屬的 加碼的抽獎活動 換氣母親節 產發局方面 也加碼推出母親節感恩抽活動 即日起到5月14號 母親節當天的消費登錄 將加碼送出總價 五十萬元的各式家電商品 慰勞辛勤的媽媽 台北市政府為了體貼我們的媽媽 所以在母親節的時候 有推出一個加碼抽 那準備的都是 媽媽在日常生活 可以用到很多在實用的家電 讓減輕媽媽在做家事的負擔 這次沒中大獎也不用氣餒 產發局方面表示 Let's go台北消費歡樂抽活動 除了持續周周有好禮 6月6號還將抽出壓軸投獎 現金500萬元 及百萬油電車各一名 歡迎過人把握時間 到台北市享受消費樂趣 越早買越早登錄買越多 中獎機率也會更高 說不定下一個幸運兒就是您 記者張啟騰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